大家好,今天分享的是很想分享的賀年菜 價錢便宜,又營養,易投好,容易做,一家大小都適合吃 各位支持我的網友,我的影片將會有廣告 如果廣告是長的,至少要維持30秒以上,不要按略 多謝支持,謝謝 這裡有3粒乾瑤柱,在昨晚我已經清洗乾淨 接著用熱水浸了一晚,乾瑤柱水要保留 稍後用來做獻汁,然後壓碎備用 今次我做的蝦膠是不需要搭,跟我影片中的方法拍扁 拍扁後再用刀背位,中環交錯的剁一下 吃下去便會吃到小小粒的蝦 沒試過的都可以試一下,不用每次都要搭,每樣都要試一下 要冷藏兩個小時,冷藏蝦時來處理豆腐 今次我是用這個牌子的Firm,在華人超市叫做滑豆腐 有些地方叫做煎炸豆腐,適合煎炸 另外這隻軟的,在華人超市叫做嫩豆腐 比較軟身和嫩滑,適合蒸煮 人多吃飯便要兩盒,我這個金銀白花樣豆腐 一半是煎,一半是蒸,所以需要兩種不同口感的豆腐 我做示範份量不做太多了,我用煎這隻做在一起 如果你人多開兩盒,一盒用煎,一盒用蒸 我這裏一盒可以開到8件,你看你買的是什麼形狀 和大小,怎樣切,自己決定 這四件留回來蒸,剩下這四件,不想煎的時候 彈到周圍都是水,所以要鎖一鎖水半小時 如果你煎的豆腐是不會彈水,就不需要做這個步驟 用一隻尖尖的匙巾,根據影片中的方法釀蝦膠 放出來的豆腐,如果不想浪費的可以混在蝦膠裡 但份量不要太多,不然就會太濕 你不一定要釀蝦膠,你可以釀任何的碎肉 或者什麼都不釀,用一些蒸,用一些煎 都可以做到金銀的效果 這幾件是煎的都是這樣做法 釀蝦膠釀得滿些,頂部還要拱拱的 做出來的菜式才好看 請客過節,釀多一點會大看些 不要混亂,吸水的碟是煎的 粟粉加水,最後埋芡 西蘭花加一些油和鹽,灼熟 滾起之後再煮一分鐘 然後撈起備用 剛才剩下的乾瑤醋水是不夠分量 要加一些清水總共要一杯半 準備好這裡所有食材就可以開始煮了 醃鍋下油,油不能太少 我下了兩湯匙,用中大火煎 先煎蝦膠那邊 蝦膠釀的時候會拱拱,所以煎的時候會浪起 不要壓扁 煎一分鐘等它定型,不需要金黃 看不看到蝦膠嗎?是淺淺的色 現在這邊正在煎豆腐,旁邊那些已經正在蒸 用中大火蒸5分鐘 這邊煎的豆腐,要四邊都要煎至金黃 要給點耐性和時間慢慢煎 蝦膠那邊,在開頭的時候已經煎了一分鐘 不要重覆再煎多一次 你看煎得多漂亮 金銀白花釀豆腐,這個就是金黃 用同一隻鍋,隻鍋煎過豆腐好熱,轉到中火 爆一爆薑薑片和蒜片 加一些紹興酒,做好的芡汁就會香濃一些 又可以披一下乾瑤柱的腥味 加上乾瑤柱水,我已經熱了才加進去 現在加調味,跟你口味調較 我有用到蒸魚豉油,用生抽也可以 下了所有調味後,要試味後才加糖 最後可以加一些麻油 最好把薑片和蒜片和蒜片 接著拌勻粟粉水,可以埋芡 夠了不需要全部下 芡最好不要太稠,薄薄的就可以了 如果買不到乾瑤柱,或者不想用乾瑤柱 可以改造一個蛋白芡 煎好的豆腐可以回一回鑊 讓它吸收一下醬汁的味道 不停留下上面就可以了,不需要煮 這樣就完成了,也沒什麼難度 這個金銀百花釀豆腐 親戚朋友各時各節來我家吃飯 雞鴨都說可以不煮,指定一定要做這個菜式招呼他們 還有一個指定的賀蓮湯水 在下一集會和大家分享 金銀百花釀豆腐,首先試一塊金 鴨鴨 煎好的豆腐,放入芡汁裡回一回去,好吃很多 試了金,試銀,蝦膠釀的時候拱拱的,看看多漂亮 記得呀,煮兩盒,蒸一盒要用嫩豆腐呀,畫很多的 金銀也試了,接著試白花 這一個簡單有經濟的賀蓮菜,有沒有想著試一下呀? 金銀百花釀豆腐,就足軟各位 覺得好吃的,希望可以分享出去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還有其他簡易的賀蓮食譜可以選擇嘗試 多謝收看 黃色鴨 小鴨 鴨 Kr蝦 紙 小鴨 集結 感谢观看